反习反党老灯开讲 朋友们好 见到你们格外亲 昨天中共应该说是习共 在10月22号政变 1022政变之后 中共就已经不存在了 现在只剩习共 习家党习近平的党 这个习共 昨天公布了20大修改后的新党章 有的朋友可能已经看到了 这份新党章增加了一些内容 但是认证了爆料团队所说的一些事实 就是新党章没有提两个确立 也没有提习近平是人民领袖 党的领袖 也没有删除党反对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 没有删反个人崇拜这一条 这是改革派在20大取得的可怜的成果之一 就是党章没有删反个人崇拜 没有加上两个确立没有加人民领袖 这是反习派算了以自卫 暴露团队仍然在跟我联系 他们甚至主动跟我联系 在联系我 他们说 李希 常委李希主导的胡锦涛案专案组 李希现在是中纪委书记 他主导的胡锦涛案的专案组已经开始运作 包括在医院软禁胡总派人审讯询问 企图给胡罗之罪名 按照习的批示 基本上现在已经给胡定性为分裂党 破坏两个确立两个维护 干扰二十大会议 就叫什么一分裂二破坏三干扰 分裂党破坏什么两个确立两个维护 干扰党二十大 要求从众处理 看来胡即将成为第二个赵紫阳 处理过程将牵扯众多团派人马 要有一大批人会被审查 被罢官 被监禁 被开除除党 会成为中共建国后的又一大冤案 就是胡案 胡锦涛案 会成为中共建国后的又一大冤案 1022争变了 元老派十分震惊 现在这些元老们还是惊魂未定 因为原来协商好的 以妥协未基调的二十大人士名单 被习派通过会场政变 突然调包 这份名单被调包了 离包换太子 变成了习的赢家通吃一家独大 让元老们气愤难平 因为二十大会场被王小洪的特勤局控制了 元老们不好当场发作 不过掀桌子 其实有人掀桌子 胡锦涛不就掀桌子了吗 其他元老都被打懵了 没有轻举妄动 然而在会议之后 这些元老们现在纷纷上书或者致电中央 表示严正抗议 习只能通过王沪宁出马 逐个安抚这些元老 威逼利诱 企图平息事态 尤其是不能出现公开的反习声音 警告这些元老不能公开发声批判习 元老们都非常关心胡锦涛的安危 一致呼吁尽快释放胡锦涛 释放胡总回家 给胡锦涛自由 不准迫害 不准搞清算 温家宝 李瑞淮 宋平 这些元老纷纷致电 胡夫人刘永青 表示支持和慰问 爆料人说 也有人当何事佬 张德江 元常委张德江 跟习近平的关系也不错 跟元老们的关系也不错 他建议习共中央 要习展示大度 主动跟胡和解 张德江建议 要习主动习医院 去305医院看望胡锦涛 再通过媒体 把探望的镜头 态视的镜头 态视的新闻画面播放出来 显示党内团结 贫习汹涌的海内外议论 这一建议已经被习 是无情拒绝 而且胡也绝不会配合演出 这是爆料团队说的 胡拒绝习近平来探望 其实有的网友就说 如果习稍有智慧 在二十大闭幕式上 你驾走胡锦涛也行 但是只要你拿过话筒 你习近平拿过话筒 公开宣布 你说胡锦涛同志因为身体不适 临时退会休息 请大家鼓掌欢送 锦涛同志 然后代表们全场一鼓掌 你这不体现团结吗 眼是尴尬 也给胡面子 你后面这些事情也好处理 但是细胞子智商有限 他扛二百斤都不换肩 一条道他走到黑 他得罪人他就得了到底 只会激化矛盾 把事情最后搞砸 把自己搞到山穷水尽 众叛亲离 他最后直至灭亡 因为二十大已经是公开通过了党的章程 修改后的党章 这二十大所有的代表通过的 当时的党章通过的修改后的党章 没有拿掉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 习现在他不好 现在就贸然拿掉 那样他对全党他没法交代 对二十大代表没法交代 所以他目前公布的新党章里 还有胡锦涛的名字 提到了什么 以胡锦涛统治为首的党中央的历史功绩 提江泽民提胡锦涛 但是这不会妨碍习成立专案组整胡 就像当年毛泽东整林彪似的 林彪的名字也在党章里 九大通过的党章明确说 林彪是副董帅毛泽东的接班人 但这都没鸟用 不妨碍老毛整林 现在的党章里有胡锦涛 胡也照样挨整 党章算个球 以后他可以随便改 把胡锦涛拿掉 爆料团队说 胡锦涛不会屈服 他都八十岁的人了 他有什么好怕的 爆料人也说 大家不要低估 胡总的斗争精神和胡总的高尚情操 他是经过党内斗争历练过的 任何情况下 他都不会出卖同事和战友 如果习派肆意迫害胡总 导致胡出现生命意外 就万一把胡给迫害死了 他在医院的时候把胡给搞死 那一定会激起类似八九年 胡耀邦逝世的那种效果 八九年那个八九民运 不就因为胡耀邦逝世产生的吗 胡耀邦逝世了 大学生开始闹吧 一定会引发大规模的民变 与彻底的革命 胡锦涛死就会引发一场大规模的民变 他们爆料团队也通过相关其道 密切关注胡耀的进展 有任何消息他们都会随时通报 因为及时公开相关信息 就是对胡总的最大保护 爆料团队说 这次二十大会场政变 让反习派始料未及 大家想象不到习会一再的出尔反尔 就是没想到这企业太流氓了 一再的出尔反尔 他从答应善让到答应半退 到答应妥协 最后在双方一致达成 这个平衡的人事名单的情况下 就团派习派各占一半的情况下 他在二十大闭幕式上 搞突然袭击 调换中央委员名单 完全排除改革派 并且在老同志们的抗议下 强行篡改选举结果 甚至在大庭广众之下 把前任总书记拖出会场 这些都足以说明习是串党多权的野心家 是玩弄阴谋诡计的多才者 是分裂党 摧毁新中国的罪魁获者 爆料人说 经历了这次非法的二十大以后 他说我们改革派已经痛定思痛 决定改变策略 从原来的斗而不破 改为鱼死网破 不惜鱼死网破 以后与独裁者串天者的斗争 将会针锋相对 采取一切手段 挽救党和国家 拯救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 爆料人所说的 从斗而不破到鱼死网破 说明了党内改革派的觉醒 他们现在开始觉醒了 那你终于是要扶上墙了 其实对习近平这样的正着流氓 斗而不破 你只能自取其辱 甘拜下风 只有认识到必须鱼死网破 不惜鱼死网破 有决死的斗志 采取一切手段 才有取胜的可能 从斗而不破到决心鱼死网破 这是多么痛的领悟 可惜包子现在已经政变连任了 胡总也被关进医院软禁了 改革派都被团灭了 现在才意识到要与死网破 这是多么痛的领悟 这是太痛的领悟了 多么痛的领悟 至于他们要怎么样的与死网破 改革派怎么样与死网破 这个包子团队也没讲 他们肯定是有步骤 有安排 我们就静观其变 爆料人也谈到他们看我的节目 我谈到说为什么当时当场没有人拍下而起 响应胡锦涛去支持胡锦涛 爆料人说当时的情况 有胡总一个人掀桌子就够了 胡总一个人掀桌子就够了 他说已经让习派的政变人阴谋大白于天下 胡总一个人闹 已经让习派的政变阴谋大白于天下 其他人说没必要当场对抗 在那种情绪下 其他人再出来对抗 那就不是成熟的政治家了 是政治斗争 不是街头打架 在识破了习的政变阴谋 完全认清了习的独裁者面部 真面部之后 党内的改革派与元老派们 会有明理按理的手段 有办法反击他 反击习近平 其他日子不会好过 他已经坐在火烧口上了 爆料人说中国的政局从此将永无宁日 这两派已经决定与死网破了 中国的政局一定是永无宁日 现在的国内外舆论都一致认定 二十大发生了非法的政变 纽约时报刊登文章说 二十大是中共内部一场没有硝烟的政变 臣民们今后将面临更加残酷的统治 习近平既一走了这步了 会对所有人上紧枷锁 包括对所有官员 尤其是对他身边的高级官员 法国管部公司法广的报道分析 是2018年习近平修宪 取消国家领导人任期制 二十大的习近平打破 即使毛时代都有的一种党内派系平衡 就毛时代都有党内派系平衡 这次二十大被习近平彻底打破 表面维持和谐也完全抛开 就不仅仅是制度上的政变性质了 整个权力格局这种颠覆性的变化 也就带有的政变性质 二十大不仅对中国对中国人民对世界 他展现出一个黑暗的前景 即使习近平的亲信们 他们的日子以后也不平坦 从今以后所谓的什么江曾派 什么太子党团派 或者靠边战或者被消灭 内斗将在习近平的亲信们之间展开 那些派系靠边战了 内斗以后就是在习近平和他的亲信们之间展开 不仅仅对中国 法国的世界报社评认为 习近平建立了绝对的君主式的潜力 这种政治倒退不仅仅对中国威胁 对世界其他国家也是一种巨大的威胁 国内有学者指出 二十大尘埃落定 政变发生地质恢复 习皇帝正式登基 人们不说的是登基 而把那种叫什么连任 这能叫连任吗 任旗帜都不存在了 还谈什么连任的 毛泽东有连任过吗 秦始皇有连任吗 前楼皇上有连任吗 这分明就是货真价实 地地道道的登基 你接受也好 不接受也罢 改字开放 实际上已经彻底 寿终正寝了 帝制再一次降临中国 长江黄河水 已经开始倒流了 李克强不说长江黄河不会倒流吗 现在已经开始倒流了 中国又一次回到了洪光年代 彻底回到了野蛮年代 专制年代 很多网友要求 在推特 还有在油管要求 跟铁要求 在习近平政变登基的情况下 大家想要重温习派老臣的那些信件 老臣不在这个信里提了一些 二十大以后习派的一些施政纲领 大家想重温老臣的那些信 让我贴出文字板 让大家了解的习派 接下来可能采取的政策 其实都不用重贴了 一言以蔽之 习就是要搞文革化 就是要搞朝鲜化 最近教育部部长叫什么 怀进鹏 他有一个讲话 大家可以看一看 题目叫什么 把就业作为高等教育 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 这个怀部长公开就说 他说教育最应该做的事 马上要做的事是什么呢 就是彻底改变全盘西化的教育 他认为现在这个教育 还是全盘西化的 要把殖民英语 踢出中国的义务教育 就是义务教育阶段 就不能搞什么英语教育 为世界汉字时代的到来做准备 强化对经过5000年历史实践检验的 中华文化真理的认知 用中华文化真理引导教育 打破西方 什么碎片化自私知识的捆绑 就是要打破整个西方的这些 这个知识教育 这不就赤裸裸的封建福利吗 那西方那些理科教育都不要了 这不教育界的文化大革命是什么呀 这不就让开展愚民教育吗 还用读了什么老陈的什么信呢 发老陈的信的什么文字版吗 他们现在一劫骗过 我们就知道他们要拉什么史了 就是要拉文革的史 要拉朝鲜化的史 习近平成功政变登基 但是绝不意味着 他在未来的执政路上 他会更轻松 现在新冠疫情 房地产危机 芯片危机 台湾危机 以及和美国的意识形态斗争等等 这一大堆的问题 都没有解决方案 习都没有解决方案 习似乎他很自信 他神经病 神经病全都自信 但另一方面 他对安全的问题的焦虑 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极大的矛盾 就自信和焦虑 他存在着极大的矛盾 对习近平来说 未来五年 将比过去五年 他更加艰难 除此之外 新任的这些政治局常委 都多属权力官僚 不是技术官僚 不像胡锦涛那时候 都是工程师 技术官僚 习这个班子 全都是权力官僚 没学历的 都是搞权力斗争的 这就使得什么权力生态 与植物分工之间 产生严重失衡 表现出习近平 只重统治 忽视治理 完全无力解决中国未来的经济危机和人民生活问题 例如那李强 他既缺乏国务院副总理的历练 也无耀眼的政绩 如此人才 就能跃及晋升总理职务 根本就违背了政治责任与伦理 又如蔡奇在北京执行清理低端人口的问题上 他表现出对底层庶民的残酷无情 此人也可以进入常委圈 只能证明习加班是一个必将走向衰败的冷血政权 网友说习擅长治理高端人口 整治中共那些高官 治理高端人口 李强擅长治理中端人口 又封城对付上海的那些中产阶层 蔡奇擅长整治低端人口 这仨人 你看这组成的领导班子 大伙管他叫梦幻组合 一个整理高端的 一个治理中端的 一个专门治理低端的 这三个人梦幻组合 这次二十大政变 意外的成为了一次检验中共大外宣的机会 面对赤裸裸的摄像机镜头下的会场转播 面对了胡锦涛被架出会场的真实场景 大多数网友 用常识用良知立即认定 这是一次会场争辩 我在推特做了一次民调 80%以上的投票者 说这次是会场争辩 然而一部分海外的这些自媒体大V 竟然他们紧跟中共新华社的说法 说胡锦涛是健康原因被架出会场 并且不厌其文加以论证 有的人还说什么 他妈就是得的失智了 就是胡锦涛这个症状 还有人说他爸30多岁就老年痴呆了 也总要翻他的文件 你看他们家也有中央文件 你多神奇 你这事 这些大外宣的这些杂碎 平时他们也假装反共追求民主 但是在最关键的时刻 他们一定会跳出来护主 紧跟中共官方的说法 他们畅详主旋律 完成他们的解副任务 这些杂碎都是反对习下里面运动的 对民间的传言 他们主动辟谣 他们网信办辟谣师 中南海暖潮师 这次对中共的谎言 他们主动维护 他们的真面目是什么货色 不已经朝人越街了吗 随着西包子正面登机 国内的三反运动也在持续开展 我们还是收到很多视频和照片 还是我给大家贴在这个视频上 几个大城市 包括拉萨 昨天拉萨也发生了大规模的群众抗争 根据形势的发展和网友们的意见 我们把三反运动的口号 调整成反政变 反独裁 反倒退 我们现在倡导这三反 反政变 反独裁 反倒退 国内你们执行的时候 宣传的时候 你们反什么都行 主要就反习就完了 反核酸 反封锁 反倒退 我们会组建同城三反运动小组 以彭丽发 勇士和上海示威女孩为榜样 配合高层 这种鱼死网魄的政治斗争 争取形成声势 形成规模 最后呢 让细胞的录像 让他也像当年的袁世凯一样 只能做83天的黄帝王 改革开发 民心所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